很好看 歡迎來到原石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我們要來製作 冰水沖咖啡 我們之前已經有做過 幾次不同的冰咖啡 包括我們先用熱水 手沖之後再冰鎮 或者是我們直接 就用冰釀的方式來製作冰咖啡 那今天我們會用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 就是叫做冰水沖咖啡 好那冰水沖咖啡我們整個製作的方式 是我們還是會先用熱水來做悶蒸 那悶蒸完之後我們再用冰水 去把這些味道沖煮出來 好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這個 伊索比亞的豆子 這個是草莓沃卡 那我自己很喜歡用伊索比亞的豆子 來做冰咖啡 我覺得它的果香味 然後沖煮出來整個酸酸甜甜的感覺 那用冰的這個溫度來喝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的 好那我們先加入咖啡粉 好那我們先悶蒸 那這次悶蒸的時間我會拉的比較久 那建議是可以悶蒸到1分半甚至2分鐘 因為我們這個冰水 等一下用冰水沖的時候 其實冰水的萃取率是很差的 它沒有辦法把咖啡裡面的味道帶出來 好所以其實 基本上就是靠前面這段悶蒸 要把咖啡粉裡面的味道先融出來 那等一下冰水下去 其實就是把這些味道去沖洗出來而已 好所以我們前面這段悶蒸就非常重要 好那我們的水量是用到大概豆子的2倍 好我們用15克的豆子 所以我用到是接近30克的水 然後去悶蒸它 那時間也會拉長 然後到我今天把它悶到2分鐘好了 2分鐘時間到了 那接下來我準備的這一壺是冰水 那我們直接就把這個冰水注入 好因為我們是希望把它這個熱水悶蒸出來的味道都沖洗出來 好所以我們直接用大水去沖它就好了 好那我們一樣注水到涼板 好那因為冰水 它這個在流速上也會比較慢 也比較容易塞住 所以像我會習慣我就用比較大的濾杯 好像我們雖然今天是沖一杯的量 但是我直接用大的濾杯 那快速的去沖入冰水 那把這些味道把它沖出來 好那目前這個溫度其實它是涼涼的而已 它沒有到真的很冰 好所以如果你希望喝到的是一個非常冰涼的咖啡的話 其實還是要過一次冰塊 就像我們上次在做這個冰咖啡的影片裡面有提到 我們再過一次冰塊的話 那它可以讓它的這整個溫度 就會迅速的更降低到一個真的是很冰涼的狀況 那目前的話這是涼涼的一個溫度 其實這樣喝的話就已經很不錯了 那它的風味上面其實它的花果香都有出來 那這個伊索比亞豆子的一些柑橘類的味道 其實它都有沖煮出來 那喝起來當然是比較清爽 比較清淡一點的風味 不是很濃郁 因為我們的風味其實完全是靠前段的這個燜蒸 去把它溶結出來 因為冰水在萃取上真的效果是比較差的 所以我們後續的這個冰水沖下去 它就是把前面的味道洗出來而已 所以它的整個濃度上 這個風味的濃郁度上 它沒有辦法像我們用熱水沖的這麼的濃郁 但是這是另外一種清爽的感覺 因為其實冰水下去沖 它就不會有這種過脆的問題 那整個沖煮出來會是一個很清爽的風味 那中間這些細緻的果香味花香味 反而更能夠喝到 那接下來我用第二種方式 是我自己再去把它做一個改良的方式 因為像剛才我們在萃取的時候其實會發現說 它的味道是比較清爽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想用這種方式 讓它味道更濃厚一點 我們可以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是我們現在換一個容器 我們把浸泡跟過濾分開來 讓它能夠有一個更充分的浸泡 甚至我們在浸泡過程當中 可以去攪拌它 讓它的萃取更完整 我們用另外一個容器 然後我們注入30克的熱水 跟剛才的燜蒸一樣 好 那我們一樣把它燜蒸 就是浸泡這個兩分鐘 好 但是在浸泡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用攪拌去幫助它的萃取更完全 好 我們稍微攪拌一下 幫助它的味道釋放更完整 好 那我們現在浸泡時間兩分鐘到了 我們注入冰水 好 注到200克 好 注到200克之後呢 我們再攪拌 好 我們一樣 把剛才萃取出來的味道 讓它充分的溶解到我們的冰水裡面 好 攪拌完成之後 我們再把它過濾出來 那我們把它過濾完成之後 我再過一次冰塊 讓它更冰涼 好 因為其實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溫度滿低的咖啡的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過冰塊 會讓它急速冰鎮 但是也不會融化掉太多冰塊 所以它濃度上是不太會減低的 好 那也很快就會冰涼 我們就把它倒出來 好 那我們用這樣子方式製作出來的這個冰咖啡 其實它的濃郁度會比剛才我們第一種方式 還要再濃很多 它這個喝起來整個甜度跟厚實度都有提升滿多的 好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用這個冰水沖的方式 但是又希望它的濃厚度可以提高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種第二種方式 就是我們另外用個容器 然後在這個不管是沖熱水要沖冷水 所以我們都用攪拌去幫助它 讓它更順利的溶解出更多咖啡的風味 然後再來做一個冰鎮 好 那在攪拌的時候其實也是要注意 也不要攪拌到過頭了 因為畢竟我們前面第一段 你用這個熱水跟這個粉結合的時候 攪拌過頭的時候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過脆的苦澀味出來 那後續我們加冷水那一段就比較不用擔心 因為畢竟冷水的萃取率是比較差的 所以其實你在攪拌的過程當中 只是幫助它充分的把這些咖啡的味道沖洗出來 那最後我們再把它過濾出來 好 這是我們今天這個示範的兩種 都是用冰水來沖咖啡的一種方式 那大家可以選擇自己比較喜歡的方式來試試看 那之後我們還會有更多咖啡相關的影片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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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 不動的話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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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